咱们中国呀,有句古话,是这样说的哟 你不听老人一言,吃会儿就在眼前,我呢就吃个大亏 是这么回事啊,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的业啊 上个月呢,我爸就语重信长的跟我说 说千万不要吹空调,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,一定要管掉 当时你我就很不屑啊,还反驳了几句 你说现在谁不吹空调啊,咱们东北还差,南方几乎都吹 老人他也吹,当时给我爸气沟呛,你爱咋咋地吧啊 这事呢,就这么过去的,我呢也没当回事啊 不过今年夏天呢,真太夜了啊,我天天都得吹空调 不吹的话,你坐屋里满身全是汗啊 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,那汗哗哗的流 不吹空调,那根本睡不着觉 可是一个月后啊,我后悔莫迪 终于明白爸爸对我的良苦用心了 到底咋回事呢 我不是连吹了一个月空调吗 说实话,真舒服啊 就这样,上个月过去了 可是到了这个月月初 我手机里收到了一条短信 叮咚,您的电费已欠费 我一看电费,挨我去,疼死我了